然後現在我身邊這位是 會帶領我們做紫玉米的這個大廚 感覺好像在煮紅豆湯 哇 好漂亮的顏色喔 好紫喔 快打 快打 什麼意思 還差 還差 馬椅子 馬椅子 馬椅子嗎 這個不要了吧 這個 就掉 No 這是我們所說的送紫米 哇 是不是太大 跳 跳 上 上 上 出到外海之後呢 浪會稍微大一點點 妳要頂得住嗎 我是大一點 是大很多 沒有啦 手大很多 你看 對啊 手指在 不要 還差 馬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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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要了吧 這個 就掉 No 這個 對啊 我們一般就是 吃的是這個啊 顏色 顏色 顏色啊 顏色 顏色 我殺人了 超級深的 你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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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客氣囉 反正你說 斜掉嗎 請我擦一下 比妳 恩 恩 鳳梨 煮的時候它會 煮的時候才會有鳳梨的香味起來 所以它這一鍋要有鳳梨的香味 要有玉米的顏色 還有什麼 你還要放嗎 卡尼拉 肉桂 這個我超愛的肉桂 肉桂 這個我超愛的肉桂 你要看你的大廚 你的鍋大廚 猜 你以為他要放進去是不是 猜不到我們大廚呢 OK 1 有趣哦 幫你哦 OK OK 我不是懷疑大廚偷工剪料 我是幫攝影大哥問的啦 他們兩個我總是不對盤耶 現在呢大廚示範的是 蜜蘆最暢銷的國民飲料 Chic Cha 也就是紫玉米汁 大廚說雖然蜜蘆玉米有上千種 但是只會用紫玉米來做飲料 主要的原因是紫玉米一旦採收下來後 就會逐漸變硬 硬到只能靠五粒 用刀才能將玉米粒切割下來 所以古英家人想出將紫玉米 煮成汁來喝的方法 之後經過蜜蘆人一再的更新 現在Chic Cha的固定班底 多加了鳳梨皮還有肉桂 來增加它的香氣還有甜味哦 之後兩小時 什麼意思 兩個小時後 兩個小時後 好漂亮的顏色 很像那個葡萄汁耶 肉桂味很重 不是還放一點點的 好吃 好吃 好喝 其實喝不太出來那個玉米的甜味 玉米的香味 但是那個酸酸的檸檬味道 喝得出來 然後還有肉桂的香氣 其實玉米啊除了做這個 還會拿來吃嗎 只能喝的 不然就做糖果 奇怪了 玉米不是拿來吃的東西嗎 他們紫玉米竟然只拿來做飲料 瞧瞧 蜜蘆的紫玉米 跟我們在台灣 常吃到的黃金玉米不一樣 它的口感偏硬 而且水分不多 不過話雖如此 它仍然是玉米家族中 最受重視的明日之星哦 因為紫玉米被研究出 具有非常好的防癌功效 所以蜜蘆人愛喝Chic Cha的程度 除了照三餐 更是人人家裡 都會自製的解渴盛名 好啦 觀眾朋友 其實我昨天 原本有一樣很重要的任務 但是因為日本海嘯的關係 被延誤了 今天我決定再去試試 畢竟花了七萬多塊的機票 飛來逆遊 我怎麼能夠空手而飛呢 這個鳥太高了吧 你也太懶了吧 過去一點 這是我們所說的宋子鳥 就是小時候童話書裡有的那種 哇 是不是太大 你吃太好了 下 上 上 下 好,不動你們了 去吧 你有看到他們的眼神嗎 好可愛哦 這邊還有一卷哦,你看 有沒有 為什麼我們在那邊餵鳥啊 因為啊 我們要來捕鳥啊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啊 是在蜜蘆的太平洋園 是南太平洋 對 那到底這邊的人吃什麼魚 你不想知道嗎 沒有 魚不是都長得一樣 沒有 沒有 很多地方都不一樣 你要去捕魚嗎 對 你要不能去嗎 我不要 你要幹嘛 我就是等你回來 不行,這樣,我們是夥伴了 沒關係 我告訴你 我建議要準備一個驚喜給你 以及各位觀眾朋友們 什麼驚喜 秘密 我好怕哦 不能講 去捕魚回來就有驚喜 嘿嘿 絆豆啊 可不是老真的權利 難得來南美洲 我今天要挑戰一項 不可能的任務 話說蜜蘆的海岸線非常長 我算算哦 差不多有六個台灣連在一起 那麼長耶 而這句話的重點 不在蜜蘆很大 而是這裡有很多好吃的海鮮哦 哈哈 所以啊 老真NGT冒著大浪出海 至於我呢 等會再告訴你 然後那個臨界 神